好,我們來上下就是今天要教的部分這樣子 好,那我們上一節課已經教到說 這個我們可以寫一個簡單的網頁 然後有一些基本元件可以加在左邊 然後一些output可以加在右邊 那現在我們遇到 然後並且這個conditional panel 允許我們在左邊在做一些選擇的時候 可以去改變左邊的狀態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我們目前看起來已經 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東西了 不過我們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就是 使用者永遠都只能夠利用那些元件去輸入東西 他並沒有辦法上傳檔案 或者我們換個講法 只要他想上傳一個圖片 這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呀 要教大家如何讓你的APP上傳一個檔案 這樣子 好那我們用的範例檔案在這裡啦 請你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把它讀進來的時候 我們來讀看這個檔案長什麼樣子 好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按下run了之後 你讀起來 他會講這個樣子 他有五個colon 這五個colon分別是這個 就是 身高 體重 bmi 檔固醇 跟三分幹用紙 那 這樣的一個檔案 這是一個txt檔 所以他讀檔的時候 需要用到read.table這個函數 如果他是csv檔的話 就是read.csv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網頁應該長什麼樣子 喔還有這裡有一個summary這個函數 summary這個函數啊 可以讓我們對這個data 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讓我們去了解說 喔 他有多少 他的每一個變相的最小值最大值啊 然後他的平均值 中位數等等的資訊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個APP 做什麼APP咧 檔案上傳上去之後 自動把他的錢 實列 秀出來 並且把他的 summary的結果把他打給我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PP要怎麼做 好這時候我們的 ui.r跟server.r 請你直接複製貼上 好複製貼上完了以後 你就按下runAPP嘛 這個非常簡單 喔我先下載一下剛剛的檔案好了 好我下載完之後我按下runAPP 好這是一個 剛剛那個APP 我貼上去那個APP 我們按左邊有個 游覽 example 上傳上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是不是summary的結果 這是不是這個 前十列 甚至我這裡還可以去改變 他要秀幾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PP他實際上是怎麼樣去運行的好不好 這樣我們才了解 他怎麼做到的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ui端非常簡單 這個headerpanel這不重要嗎 對不對 隨便打幾個字就好了 好 sidebar panel裡面啊 有三行 第一行是 file input 這個file input顯然就是那個 browse這個元件嘛 對不對 upload your data file 在這裡 upload your data file 這個h4 我是不是有教過 是這個就是 去描述 我要讓這個字體變粗 變大 我就用h4 啊我要用到最大就h1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這裡有好多參數 包括multiple等於false multiple等於false 就是我一次只允許他上傳一個檔案 那並且還有accept等於textplan 那這代表是說 他只允許 上傳這個txt檔 我們按一下browse 你注意到這裡是不是有個自訂檔 他這裡是不是只看得到example 實際上如果我用所有檔案的話 他還是有一些其他檔案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你這邊 你這個 accept這個參數 主要就是要 讓使用者點下browse的時候 他看到的檔案 是我們想吃的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不自由隨便亂傳一個檔案上去 help text這不重要嗎 這只是講一段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對吧 那接下來 slider input n select the observer rules 這個簡單嘛 這個之前用過了對不對 這就是輸入一個數字嘛 好接著咧 main panel這裡有兩個output 一個是這個 輸出跟rconsole很像的一個 就是這個output 接下來 下面這個是一個table output 就是輸出一張table 難怪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張table 對吧 好所以我們現在的 光從ui.r這裡 我們學到了什麼 這個app 輸入就是一個data 加上一個 n 對吧 那輸出呢 一個summary跟一個view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server這裡 server這裡 所有的輸出都是一個單獨的block output的summary 是怎麼做 output的view是怎麼做 我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outputsummary 它等於random printer 這個東西 跟這個是相互對應的 好這樣可以吧 那一樣 table output 跟random table 是相互對應的 這樣可以喔 if isnune input file input file 如果是nune的話 就代表他還沒上傳嗎 對不對 return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所以說你剛剛 在什麼 什麼動作都還沒做的時候 他會先給你這句話 因為現在在這裡沒有任何一個檔案 當他上傳了之後 馬上把檔案讀進去 這個讀檔 你說這個file的 passway怎麼那麼奇怪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析一下 為什麼他的passway在這裡好不好 讀檔讀進來之後 讀進來 然後直接summary 這樣可以嗎 那同樣的下面這裡也是一樣啊 如果沒有file 就return none 如果有file呢 就把檔案讀進來 並且head head就是那個 前幾列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inputn 所以他的這個結構應該是非常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唯一不能夠理解的只有這一串 為什麼這是檔名 如果這是檔名的話 我怎麼會就是 我怎麼會知道 他是input裡面的file 這個file是我命名的 我還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那這個datapath 我要怎麼叫出來呢 所以 我跟大家在這邊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技巧 當你不知道你的原件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請你直接試著 我們就直接把input files把它print出來 注意 因為我們在shiningapp裡面 我們是沒有辦法即時看到 程式碼打下去的反應嘛 對不對 只有透過random printer跟這個函數組合起來 我們才有可能看到 這裡面的東西實際上是什麼 因為它就跟rconsole是一模一樣的嘛 對不對 這樣懂得意思嗎 我們現在按下 reload app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現在input file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browse一下 example 你看到了什麼 這是一個 data frame 這是一個data frame喔 第一個column是什麼 name 第二個column size 幾b 不是幾kb喔 幾b 第三個 type 這個text plan顯然就是剛剛我們accept那個 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第四個是什麼 datapath 這是一個虛擬路徑 為什麼咧 因為你的server啊 實際上是 先把 使用者上傳的檔案 存到server的一個虛擬路徑裡面 暫存檔案的位置 那 接著這個server 才有辦法去讀那個暫存檔案 然後去得到那個結果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你已經會用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你的東西裡面長什麼 這樣子 請你使用random printer 跟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結合 這樣可以吧 好如果你覺得到這裡為止都還覺得蠻簡單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來做練習題啦 練習題啊我們要做什麼 請你稍微 學習一下 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然後有個上傳下載的簡單功能 接著呢 接著你要做什麼 接著請你加入這三個 功能 第一個 呃 請你啊 這個圖這個 檔案圖進來之後 除了 red 跟summary以外 還可以把它plot出來 這個plot出來啊 這個plot出來 它的顏色 它顏色假設red 它畫出來就是這樣 那它的color呢 假設blue 好那你要把這個東西弄出來的話 你在ui端那加什麼 首先在這裡要給人家選顏色對不對 好所以你需要一個radio button 選顏色對吧 你 我跟大家講一下 選色的函數如果你忘了 你不要 你不要往後面練習1的答案去抄 這樣沒有意義 你往上捷克的 整個講義都可以抄 上捷克整個講義都可以抄 這樣知道的意思嗎 你們這樣有遞進行效果啊 這個你就知道 要怎麼找資源 radio button 忘記怎麼下那個函數的話 請你往前面的這個 上捷克的這個講義抄 好接著 在main panel這裡顯然要有個plot output 對不對 你要擺在哪裡都可以 你要擺在上面也可以 擺在下面也可以 好不好 接下來 在 因為這裡有plot output 在server端是不是要有一個randomplot randomplot進來之後 檔案讀進來 然後把它plot出來 然後 plot color 等於input的color 這樣知道了吧 好我們試著來做一下這件事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題要怎麼做啊 這個 我之前喔可能忘記跟大家講說 這個 如果你現在要寫一個 我現在已經知道我要加一個圖的時候 請你啊 server先不要改 ui先改 為什麼server先不要改咧 這個server其實我們這邊全部都刪掉 他還是可以run嘛 對不對 我delete一下 他還是可以run嘛 只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 其實server是可以後改的 你可以先改ui ui ui怎麼改咧 在這裡顯然是要加個顏色的按鍵嘛 對不對 顏色按鍵是什麼 radio button 好然後我們這邊就color 啊我隨便打點字啊好不好 然後 那個 c red 等於 小寫red blue 等於小寫blue 好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這樣子弄完之後其實你就可以先按一下run了 好 欸其實有了對不對 有了這個按鍵對不對 好接著 我知道說我東西要出來的話我鐵定是要有plot output的嘛 對不對 我把plot output再加在這裡 按下什麼呢 就叫plot好了 好那這樣子 這樣子你按下run一定是不會有任何反應啦好不好 因為 因為plot沒有任何東西啊 這樣懂我意思 這plot現在沒有任何東西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齁 我們現在 當我們要接著 做一個新的模塊的時候 output plot 等於random 好這是我們開了一個新模塊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齁 你開了一個新模塊之後齁 在你 不是很熟練的狀況下 你先試著讓它顯示出東西就好了 不見得要 真的照你顯耐想的流程喔 我們怎麼在 我們怎麼很簡單的可以顯示出東西 舉例來說以畫圖來講好了 我是不是可以很簡單的畫一個histogram 然後這個 舉例來說 rnrm 一千 一百 這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在這裡畫一個直方圖 這個完全不受前面的UI控制喔 我就是畫一個直方圖而已 對吧 但是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看我是不是就看到 欸圖是有出來的 這樣就確定沒有問題了 這個 這個連接是通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接著我就來改嘛 好既然你可以畫直方圖的話 那我就可以開始讀data了嘛對不對 那我怎麼讀data咧 來 好一步一步來好了 這是讀data的語法嘛對不對 然後接著 plot 好可以walk對不對 但是剛剛有那個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那個 錯誤訊息 那個錯誤訊息怎麼解決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你沒有 你 一開始他是論的時候他讀不到檔案嘛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解決 我們上面那些條件判斷語法嘛 好到此為止啊 基本上 基本上就已經解決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基本上我們就解決了啦 就是 就是 我們 只要把答案讀進來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跟我剛剛寫的有點很不一樣 來 前面這裡基本上是一樣的 後面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來我們先看一下我們server端 這server端有一個非常智障的地方 喔我們的summary我們先把它改回來 這製造在哪裡咧 來這邊有個module 這裡有個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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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我的檔案居然讀了三次 今天就是因為這個檔案小 所以無所謂 如果今天這個檔案大的話 那我光讀三次檔 我不是就要花掉非常多時間嗎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什麼可能 我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暫存在某個地方 然後 所有人共用它 什麼意思咧 我們希望這三個模塊 不要互相獨立啦 對不對 現在這三個模塊是互相獨立的嗎 對不對 我希望有個中繼站 先讀檔讀進來 然後接著 其他人在吃他讀的這個檔案 把他這個 然後使用他做進一步的運算 對不對 這個中繼站要怎麼做咧 來 我們現在慎重的介紹這個東西 叫reactive 這個函數 你可以產生一個新的模塊 這個模塊 data等於reactive 這個reactive裡面咧 這個就是讀檔對吧 這裡就是讀檔 它data這個東西 它不是output裡面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 新的名字喔 空的名字 這個data它等於reactive 然後 只要檔案進來的話 它就會把它讀進來 然後把它輸出 那這樣這邊就是一個檔案 那我下面要怎麼跟他接咧 我下面要這樣跟他接 data 小寫的data 等於大寫的data 啊這個東西 寫在這裡面 它變成是一個函數 這變成是一個函數喔 所以我要怎麼叫函數 我要用這種方法叫函數 這樣可以嗎 我用這種方法叫函數喔 這樣進來之後這就是檔案了 如果它是run 就代表它沒有讀到檔案對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有的話 它就直接summary就好了 這樣我檔案是不是就只要讀一次 所以我的資料進來是先進它 再進它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齁 那接著呢 如果是view的地方呢 那一樣嘛 我們把它改到這裡好了 好 這樣可以吧 data讀進來 is none then data return 那個none 那接著這個 else就plot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的語法 我們的讀檔就只會讀一次 他就在data這個模塊去讀 讀完之後 這個data 傳到這裡 同時傳到這裡 同時傳到這裡 這三者都在運用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速度會快非常非常多喔 不是快一點點而已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好 那我們基本上 這個 上傳檔案的整個流程 就介紹到這裡啦 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學會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接著 我們來玩一個 我們現在再來做一件 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現在寫的ui 它還有點太簡單 我們現在到底會有哪些工具 會輸入數字的對不對 不管是用sliderbar 或者是用numeric input 這個都會輸入數字的對不對 當然我們同樣也會上傳檔案的 對吧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選擇題 不然是用radio button 還是select input 上個禮拜有學到select input 對不對 下拉斯選單那個 好 那還有很多 我們還沒有 還有很多網頁元件啊 假如說 數字可被 文字可被輸入 對不對 啊那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那個 就是 日期 是不是還沒有交 對不對 還有很多這個download 如果想要download 我們可不可以設計一個download button 之類的 好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完整版的 完整版的APP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請你在這邊下載 下載完之後 夾縮 你會得到一個 這個 這個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一個UI跟Server 請你點開它 按下run 你會出來一個 完整版 什麼原件都有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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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的這個 就是 呃 程式 那這個程式 在這裡有很多 好那我們現在先做一件事啊 我先給大家 下載這個 資料夾 然後上傳之後啊 這個 你們先玩一下 然後你們隨便按一下 感覺一下 我等一下再來介紹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它到底 我們稍微 已經有點熟悉了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功能 它的最重要的功能是 來 只要你 按下這個按鍵 它是不是下面就會有response 對吧 我們先看一下它怎麼接的 來看喔 它在這裡 summit button 下面馬上就有個 summit button 是那一串文字 在這裡 summit button 這是介紹 接著下面呢 下面就有個action button 那action button下面呢 就有一個 這一個 東西 欸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很 我剛剛講 拿來做realtime反應的東西 那你看它的server端 它在action2這裡 它就直接把action1給print出來 這樣我們就看得到 如果我們今天裝了一個action button 它的輸出是什麼嘛 對不對 它的輸出是什麼 每按一下數字加1 對吧 每按一下數字加1 剛剛大家應該都有玩到嘛 對不對 好 接著咧 在single checkbox這裡 它就是一個true跟false的改變嘛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寫什麼文字 就是 進到server端就是出貨fals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接著 date input呢 就是選個日期嘛 那date range input呢 選兩個日期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 來checkbox 欸 date range input 它有個好處就是 你這兩個日期 欸也可以選相反喔 喔靠 那這樣就 就沒有意思啦 就是選兩個日期嘛 對不對 好那 這個checkbox input 就是 欸你注意喔 欸 single checkbox只有true跟false checkbox grouper 它有 它有很多對吧 它輸出是123之類的 好我們來 然後file input的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把檔案上傳上來 這個 這個已經學過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東西它所相對應到的這個 就是 就是 原件是什麼 來看著 來 extreme button 這個是那個按鈕嘛 對不對 按一下加1 這個是 剛剛那個 return true或false的那個玩意 date input 它就是 single value的這個 date input嘛 然後還有file input 這個就是上傳檔案嘛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 好 checkbox group input 這個是 這個就是 一連串的這個 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好接著 這個 這個 date range input 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 日期嘛 對不對 好接著download這個比較特別 download我們來 先按下去 欸應該要給我一個反應啊 怎麼會這樣子 欸它不給面子了吧 這個 哎呀下載下來了 好我跟你講 這個 它這樣 它其實這樣子有點 有點 看起來有點太low了 唉唷 很突然連續下載了兩個檔案欸 好每一次下載前先詢問我位置 好它厲害了厲害在這裡啊 我如果按下 download的時候 它可以給我選路徑喔 我想它把它丟在桌面就丟在桌面 它就到桌面去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怎麼做成的呢 這個要好好學看一下喔 data download download button download2 什麼東西都沒有reput 那個reput 就是那個 弄出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download2 在裡面是什麼東西 download2在這裡 output的download2 等於download header download header裡面有兩個 兩個指援鍵 一個是file name 一個是 那content 這file name啊 裡面就是 你的default的 這個 data的名稱 這樣懂有意思嗎 那接著咧 在這裡 這為什麼要用con 因為啊 這個 你不知道使用者會選到什麼路徑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使用者輸入路徑的一個 這個就是 輸入參數 這樣懂有意思嗎 那這個 你write csv 你把這個data cost 就是把cass這筆data 把它 讀到 example data把它讀進來嘛 對不對 然後直接把它寫出去 寫到哪裡呢 con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這個 跟這裡的連結 跟download這裡的連結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讓使用者 點下去之後 秀出一個我們指定的檔名 然後看它要存在哪裡都可以 這樣懂有意思嗎 那在語法裡面呢 其實主要要改的就是這裡 對吧 怎麼樣把檔案存出去 就是這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接下來看radio button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 就不學了對不對 text input 跟numeric input 大概意思差不多 只是 它的input 從這個 numeric input 變成text input 就這個樣子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齁 應該都不會難吧 所以第一頁的 第一頁的這個 這個原件應該還算蠻簡單的 我們看第二頁的原件 第二頁的原件比較特別 同樣都是sliders sliders 這個singlesliders 這個是我們常用的 對吧 這個是我們常用的 這一個是有兩個數值 對吧 而且它有個特別 特性 不能拉過去嘛 對不對 然後可以一起移動 有好有壞啦 那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下面有個鍵號 按下去之後會動 這有點像動畫播放的感覺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有一個參數是這樣 從0到100 我們要present出來 真是從0到1 然後間隔0.1也可以做到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要怎麼做 這三個都是sliderbar 對不對 來看一下 sliderInput 這個裡面出來就是 min,max,value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兩個數值的呢 直接把value改成兩個數值 它就可以變兩個數值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接著咧 如果需要那個 播放鍵呢 來在這裡 給它一個額外的參數 然後interval200的意思 等於200毫秒跑一格 200毫秒跑一格 所以如果把200改成50 就變成50毫秒跑一格 對不對 一秒跑20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試試看 它的速度是不是會變得很快 好看得出來吧 非常快 好那接著咧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select input這個下拉式選單 有很多種變化 第一種是我們最常用的 第二種它差別在哪裡 這個本來啊 你看它下面也只有1 2 3 3個選項 可能它default不選 default不選擇 你感覺出來了嗎 那一選了以後 它就回不去了 它就再也不能不選擇了 所以這是一種很特別的單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要設計你的 APP 讓使用者用的時候 default不要帶入任何值 你就等於說強迫它 一定要在這邊 點一下就對了 確定一下它的答案 欸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接下來 Multiple select box 來這裡按下Ctrl之後 你可以選擇多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是Multiple select box 在這裡咧 這裡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然後你可以用 這個就是 backspace把它刪掉 backspace把它刪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做一些選擇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個組合 到底是怎麼組合出來的 首先最簡單的 select input 這個標準 標準你們語法嘛對不對 來它就是select等於1 我們現在把這個list把它寫下來 接下來select box input 比起上面那一個 它的差別在於default不選擇對不對 default不選擇 default不選擇 你需要第一個 第一個給它是空的 並且 在這裡給一個參數 selective等於true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有到第二個的效果 接下來第三個呢 第三個是multiple select 在這裡 給它一個multiple等於true 本來上面其實 default沒打就是multiple等於false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這個是selective等於false的 下面這個是selective等於true的 那它兩個multiple的那個 那個select的形狀不一樣嗎 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說 透過剛剛那個 完整的app 完整app 我們就可以知道 UI端所有的控制元件 到底要怎麼用 所以現在我們有什麼能力了呢 我們現在 我想齁 我們整個程式要寫起來 最重要的就是三個元素 第一個 UI的元件 你根本不知道它有什麼的時候 你就組合不出菜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首先 我們今天第一個就是學UI的元件 第二個你要學什麼 學這個 這個 server端的控制 就你UI端 原件輸入進去之後 你server端 要怎麼進行操作 這個東西我們慢慢有在學 但是我們下一節課會學得更多 最後還要學什麼 排版 你們現在排版都非常難看對不對 都是上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 標題 然後左邊一個控制元件 右邊有那個 就是 就是 右邊是那個就是 輸出嘛 對不對 好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排版就是我們在下一節課要學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學到完整的app 要怎麼學 所以我們先學控制元件 我們是按照重要性程度來學的啦 好不好 首先 元件你要先會嘛 不然你連input都沒有 你output的搞在花俏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接著 在花俏之前 我們先把功能做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改排版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了 我們要做什麼 請你用練習的答案 來繼續改 練習的答案繼續改 你要改什麼勒 欸剛剛 上傳範例檔案 畫出散步圖 選擇散步圖的顏色之後 我們希望 讓使用者可以下載這張圖 所以其實關鍵是什麼 你要把剛剛的那個download的那個 那個物件 把它放上去 並且可以download下一張圖 download什麼圖 欸pdf檔 這個pdf檔要這樣畫 那你可以非常清楚啦 這個 你要plot的過程 顯然要先把檔案讀進來嘛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用一些if else 去確認說檔案是讀進來的 接著咧 這是顯然是檔名嘛 對不對 這個檔名 你在這裡的元件 你就要做一些相對的兌換嘛 對不對 再看一次它的結構 這是default檔名 這裡是 使用者 選擇的檔名 把這邊的地方改一改 像這個con 是絕對不能改的喔 因為使用者輸入了檔名 它的那個連結就叫con 好不好 好那就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改一下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是上一題的答案 這是上一題的答案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從上一題的答案 改成 我們現在要的樣子 不然從0開始是非常難的 好 首先 讀檔讀上去嘛 對不對 很簡單啊 這個 現在早就有讀檔功能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是差別在 讀檔讀進來了以後啊 我們除了按action之外 我們再檢查一下 這個data裡面有沒有 X跟Y的變相嘛 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 如果有的話我們才要繼續做 這樣懂了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 怎麼檢查咧 If C X Y % % % 好 這樣 這樣有點難啊 算了算了我們這樣寫好了 X 等於等於 欸 在 Colence Colence data裡面 同時 Y也在Colence data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不是這樣就沒事囉 我們再來 Data裡面的 logy 它是等於logy 這樣可以吧 logy 好這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咧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 強迫要取 有時候要取log嘛 對不對 好來 else return 好 else就什麼都不要return 好那這樣子 我改完了之後 你看我現在的data 讀進來 run 好我browse 如果我現在 上傳example Action按了也什麼都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它 Data裡面沒有X跟Y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 browse t-test 再按次Action 欸找不到物件Y 怎麼那麼神奇 喔 因為是Data裡面的Y 不是 我還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我們再一次 好 好東西就畫出來了嘛 對不對 雖然這個可能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子 OK 那我們下一步 Data已經讀進來啦 那讀進來之後 讓使用者可以看到兩個組別Y的分布情形 那是不是我要抄前面這個語法 前面這裡嘛 對不對 但是 注意一下喔 這個 讓使用者看到Y的情形 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改在這個 呃 Plot這裡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改在Plot這裡 我把它改一下 把Test 統統都改成 Data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先來試一下 Action Action 欸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這有什麼問題 這是呈現Log Y嘛 對不對 其實我應該要讓使用者選擇 我要不要 用Log來分析嘛 對不對 我怎麼改勒 這裡不是有Radio Button嗎 那我們就直接把Color改成那個好了 反正Color不重要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直接把它改成這個 Log 啊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用Radio Button 我們用那個 Checks CheckInput CheckBugInput Log 好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先直接按Run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勾可以給我們勾了 當然它現在不會有任何Function啦 對不對 但是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把這裡 if if input log 我們就做這件事 else 我們就做哪件事 if inputlog 我們就把 logy把它畫出來 這一串把它貼到上面來 那else呢 我們畫的就是本來的y 好再做一次 Action 好看到了嗎 是不是 這功能是不是出來了 好接著 讓使用者可以選擇 要使用 這個 Ttxt Utxt Linear Regression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我在 我下面的 我下面把不重要 download按鍵 跟table table應該都可以丟了嘛 對不對 我直接把它delete掉啦 這個用不到了 上面要留著嘛 對不對 那這裡 圖要留著 上面要留著 view不用了嘛 download也不用了嘛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 color改成 select method 的method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改成method lm linear regression 然後 ttest t t test t test u test u 好這樣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這裡就已經設好了 我們再做一次 啊你們注意到這裡已經改了對不對 Action 但現在這個東西還是summery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跟它連起來嘛 對不對 好來怎麼連呢 來這裡 sever端 來 data進來了以後 if input method t 等於等於 lm 我就做什麼嘛 else if 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 t 我就做什麼 else 我就做什麼 else我就是做utest嘛 對不對 好來 接著 這個 因為它有時候要log分析 有時候不要log分析嘛 這樣有點麻煩 我們先產生一個新變項 if input log 等於 true 我就做什麼 else 我就做什麼 這樣的話 我們data裡面的 z 就等於 data裡面的 log y 這樣可以嗎 那它就變z了嘛 那else的話呢 data裡面的z 就等下我要分析的東西 就是原始的y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接著我們就是把lmt跟寫好嘛 lmt跟寫好 我們在這裡嘛 好這樣我們就是全部都用z x對z做預測嘛 對不對 data等於 就是dat 然後我們把result summary出去 return result 這樣可以吧 那lm呢 lm我們來找一下在這裡 那一樣 改成z x對z預測 然後data是這個 然後這個return 這個return 我們可能想要returnsummary之後的return 那 u test呢 u test在這 z對y 一樣 好我們再做一次 先按按鍵嘛 按完之後 這是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對不對 這是t test的結果對不對 這是u test的結果對不對 啊我們還可以log轉換 log轉換u test的結果 不會改變 因為那是 序位的嘛對不對 來 t test的結果 看喔 t test的結果在我log前 log後答案是不一樣的喔 有看到嗎 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一樣 log前 log前跟log後答案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所以說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做完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來 第一個 就是你的app可以上傳檔案啦 對不對 第二個 你學到很多新的控制元件 請你試著去多利用它 然後 那我們之後上課 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會加強server 跟UI的這個排版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